伊朗和物理学家法克里扎德 遇袭身亡数小时之后 美国海军官员28号说 尼米兹号航母作战群 正在返回海湾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 28号在发送给媒体记者的 电子邮件声明中说 尼米兹号航母作战群 25号开始返回海湾 这一调派命令 与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 撤军有关 并非由具体威胁诱发 美方称这一举动能确保美方 有足够能力应对撤军中出现的任何威胁 震慑敌人任何想要针对美军的行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消息 报道称 调派航母返回海湾的决定 在伊朗核物理学家遇害以前做出 原本为确保美军安全撤回 但同时可以向伊朗释放信号 截止目前 伊朗方面暂时没有直接回应 美军航母最新动向 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 马吉德塔赫特拉万西 28号警告美国和以色列 不要做冒险举动 美军先前多次向海湾派遣 尼米兹级航母 尼米兹号航母是其中之一 这艘航母9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继而抵达海湾 美国海军方面消息显示 尼米兹号航母作战群 11月上旬停靠巴林港口 随后与多国海军军舰 一同在阿拉伯海北部海域 参加海上联合军演 伊朗一向反对 美国等西方国家海军 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 定期在这一海峡附近军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7月在海湾举行军演 模拟打击目标之一 是放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 一艘美国航母模型 伊朗媒体当时报道 从外表看 航母模型很像 美国海军现役的 尼米兹级航母 请中国内容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